ischen immune 你在看貓的書嗎? 對啊 很喜歡貓的 我最近也有看了一本書 不如我介紹給你聽 好啊 這本書是講一個三十多歲 和貓一起住的郵差 有一天因為不舒服去看醫生 但醫生就跟他說他有絕症 剩下半年了我的命 這個時候出現了和主角生得一模一樣的魔鬼 而魔鬼提出了一個交易 只要令世界上某一樣東西消失 就可以延長主角一天的壽命 魔鬼提出了其中一個交易 就是令世界上的貓消失 但是貓和主角一起住了很久 所以主角沒有被貓消失 寧願自己死都不希望貓消失 我覺得這本書很值得你去看 因為這本書的用字不會太深 也有很多位置值得去反思 在書中首先消失的是電話 主角也得到最後一次用電話的機會 電話的連絡人雖然很多 但是沒有一個值得主角去看最後一刻置電 在另一次機會裡面 主角的貓得到一天說話的機會 主角以為平時自己很了解他的貓 但原來事實是主角一點都不了解他 在這一天裡面主角明白到 雖然貓不知道什麼是愛 但仍然知道什麼是幸福 這本書也都令我明白到 有些人會默默為自己付出 而毫無怨言 但平時自己根本不會發現到 其他人為自己已經付出了很多 當失去了才會珍惜 所以非常後悔 為什麼自己發現不到 這些人對自己的幫助 如果我可以珍惜一切 珍惜快樂 人生就不會感到那麼多悲傷和遺憾 那這本書可以在哪裡買 這本書是在郭第一圈 怎麼可以買的 時間上課了 走了 走了